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传中了 裁判剥夺了他们这个球的机会 因为越位了 漂亮的防守重新铲回了球权 阿西萨特 奥肖拉 他带球内切 寻找中路队友的志愿 双方振夺很激烈 皮球暂时还在他脚下 双方对抗很激烈 这球拿不住了 展峰张智 获得一次接外球 边路起球 船中 传众被解围了 队友的支援来得很快 单挑门将啊 对手没有拿到机会 这次进攻只能是到此为止了 看他怎么处理 就偏了那么一点 罗佳慧 就出界了 直接外球 稳稳地交给了队友 一次成功地拦截 托尼佩恩 球权一主漏 一脚漂亮的直塞 这是个好机会 就被碰出界了 脚球 直接把球罚到了进区里 球还在比较危险的位置 双方还在继续争夺 这次的进攻啊 效果不好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转化为进球 球丢了 反击没有打成 唐嘉丽 不能把球打金马 他们找到了机会 率先打破了比分的平衡 好 本来势均力跌的对决 现在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得是目不转睛啊 可怕哨响了 反规 认一球 这个球出界了 接外球 全球的准头啊 差了一点啊 队友没拿到 接外球 摇尾 王霜 唐嘉丽 精彩的远射不过门将的扑就啊 更胜一球 把球交给了对手 距离很近了 好球 他收获了今天的第二个进球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创造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丢掉了球拳 反击失败了 唐嘉丽 往车 打门 就差了一点啊 其实他处理得很聪明 射得非常突然 对方守门员实际上还没有做好任何铺就准备 如果打在门框之内的话 应该是个逼近球 没错 双妹子往上拿球 机会出现了 球进了 帽子起码完成 还可以在赛后把比赛用球带回家了 这帽子起码先生脸上的笑容啊 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把今天单独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映了帽子起码 上半场真是一边倒的局面啊 事业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这球很可惜啊 再打针一点点就有了 他自己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这个球主裁判没有给判点球 看台上的观众就非常不满了 他们认为主裁判的尺度拿捏过于宽松了 这叫船中被挡住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防守队员破坏了这球 这次抢队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裁判认为 不容错过的机会 有了 条进的的确很漂亮 但是也应该要注意到啊 他们在进球之前的那些工作 是的 他们一直持续不断的给了对方的防线相当大的压力 重压之下 对方防线还是露出了破绽贝特文 抓住成功破门 对的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 姚伟 姚伟 对方边路放得很空啊 机会来了 我可以打包票啊 这绝对是一个会被反复播放的进球 这种球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毫无疑问 这个球最精华的部分 就是这个让人叹为观者的动作 马赛回旋 轻描淡写的拉球转身 让之后的所有动作都变得如此简单 比分被改写成了四比一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不时两分钟 托尼佩恩 阿西萨特 奥乔拉 上半场比赛结束 比分差距很大 经过四十五分钟的一边倒局面 双方的比赛进行到了下半时 就要落后的一方 这时候能够打起精神 好好执行 哎呀 麻烦咯 这一下搞不好裁判会出牌的 裁判对他出示了黄牌 没错 方位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哎 一记漂亮的远射可惜被门将拒之门外 重新夺回了球权 有身体保护住皮球 成功带球争夺了榜首 这球有了 回放来了 看看这条球传的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二 把球传到了禁区 得势不得分 哎呀 这不是个好兆头啊 拉西达特 阿吉巴德 这脚直接有机会啊 一球被及时的解围了出来 简单的过人啊 一次成功的禁区内抢断 他现在这个拿球压力比较大啊 应该考虑考虑找队友配合一下 唐嘉丽 这个球应该能找到队友 传给了王珊珊 王珊珊 球又进了 完全对手是防顾住他们啊 分差已经三个球了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下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2 这球该有了吧 又一个现在是四球领先了 他带球成功过掉防守队员 轻松将球送进球门 比分被改写成了6比2 对手在边路啊 对手在边路啊 给了他太多的空间了 打到了立步上 张瑞 守门员这球扑得绝了 教练员决定要换人了 脚球开向了进区中央 没什么威胁 前场翻枪成功 拿到球拳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 边才明察秋毫 盼了越位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 小羽怡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反击机会来了 传过去了就是好机会啊 拿球的位置很不错 这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呀 分插还在继续拉担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 起脚时机以后 将球打进 拉西达特 阿吉巴德 在后场把球阐断 带球向前 组织进攻 门将立功了 危险啊 还好有他呀 现在直接外球 传终到了进区里面 本章比赛中 他又回到了杀神模式 轻轻松松 没开二度 这次的边路传中 效果非常的好 落点找的也非常准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 要面对防守队员 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 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他这是在想什么呢 直接就把球 传给了对方球员 技术非常出色 不出意外啊 队友应该是 能拿到这脚球的 这一球有了 回方来了 看看这脚球 传的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射门的这一下 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 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是半 中场哨就要响了 分差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成功抢断 还没有犯规 太棒了 摆在他们面前 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机会来了 让他拿到球了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 完全被他们 打成了筛子 再来看一下 他们这次经典的 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由手转弓的过程 非常流畅 在防守队员 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 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在后场把球断了 球到了他脚下 他一直带球向前 人家做出了扑救 从结果来看呢 这个射门的选择值得上去 将行射门不是个好主意 六十啊 比赛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了 王珊珊 防守似乎又空荡了 皮球硬撑入网 太漂亮了 一个人带着球 过五关 斩六将 哎呀 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 完美体现了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阿西萨特奥乔拉 到了他表现的时候了 我们刚才啊 也分析了 说这次进攻啊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 但你看还没分析完 对方就抢到了球权 咱们示意伤停补时 三分钟 转一球失误了 对手拿到一个接外球 传给了王珊珊 球现在是门将的了 比赛到此结束 对手拿到一个接下来